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來木萃頻道 各位是不是好久沒有看到我了啊 對啊實在不好意思啊 因為家裡最近實在是有點忙 所以我拍片的時間變得非常非常的少 然後其實也有一部分呢 也是因為器材其實最近更新的頻率 不像以前這麼快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 疫情的關係嘛 那很多廠家都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所以器材的更新頻率也慢慢的變慢了 那所以呢 因為本身家裡在忙的關係 加上器材更新也變少了 那我拍片的頻率 拍片的更新的頻率啊 就變得比較慢一點 那這一點再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新的一年呢 我也會規劃一些新的拍攝題材 來跟大家做個分享交流 那什麼題材呢 我在這邊就先保密 各位以後就知道了 那麼我今天一樣就先來拍開箱 那我今天要開箱的這一台啊 就是Cafe Kona的小型電動磨豆機 各位我們看一下 它其實裡面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張簡單的說明書 然後跟一條充電線 然後跟一個本體 這樣子非常的簡單 Cafe Kona小型電動磨豆機 那其實這一台 我已經買了很久了啦 真的非常非常很久 大概有半年的時間有了 那我一直沒有用它 因為我就是打算買回來拍開箱的 誰知道一拖就是半年了 那其實這一台我那時候會買的原因 是是覺得說 這一台好像跟太模粒子夠 就是太模也有出一台小型的電動磨豆機 好像差不多 我拿到了之後 才發現 原來體積差這麼多啊 太模電動磨豆機比較大台 那這一台就大概是一半的體積 所以更是小台 它這個外面的這個材質啊 全部是鋁合金的 我覺得還蠻有份量的啦 蠻有份量的 說明書 它也沒有推薦的出細度建議 所以我覺得寫的有點簡單啦 就是可以再寫的詳細一點 讓我們更好上手 那這樣子我們拿到才知道說 大概要調整幾個 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啊 就是它有一個自動省電模式 就是我們現在沒有咖啡豆的時候啊 像這樣 沒有咖啡豆的時候 它會自動自動偵測到 沒有裡面是沒有咖啡豆 然後就自動停止了 這個是一個自動省電模式 然後還有一個自動迴轉功能 這個功能我覺得還蠻新奇的 我沒有試過 等一下我們來試一下 用法是這樣子 它裡面是講說 智能感應刀盤 經過壓力過大後啊 會自動迴轉 防止刀片損傷 那可以延長馬達 還有刀盤的使用壽命 這個功能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因為一般的磨豆機好像都沒有這個功能嘛 那這一台有 等一下來試一下 試一下比較硬的豆子來看看 那出細度呢 它這裡也顯得非常的簡單 就是 調整粉末出細 往左邊旋轉 調出 往右邊旋轉 調細 我覺得可以寫的再詳細一點啦 因為這個真的是 對一些新手真的不太友善啦 這個這個部分啦 好啦 那沒關係 身為一個開箱頻道呢 就是有義務幫各位試出來它的粗細度 各位 那要試粗細度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台的機身構造 這上面就是一個感馬達啦 這裡都是不能拆的 然後它充電的地方在這裡 這一個就是它的研磨的機構 外型做的不錯 可是它裡面的這個肋骨 我是比較有意見的啦 它裡面這個肋骨啊 它是做塑料的 可能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的剛性可能就比較沒 這麼好 好嗎 這個刀盤的部分啊 我這樣子動 會搖晃 是會搖晃的喔 好 那會搖晃代表什麼呢 會 會搖晃我覺得 在研磨的時候均勻度會比較不好 它裡面的構造就這樣子 零配件就大概這樣子 裡面肋骨啊是三點 三點定位 那是塑料材質 那雙軸層的設計 然後它的刀盤呢 就是一個最基本的五星刀盤 中軸晃得還蠻大的喔 晃的程度我覺得還蠻大的啦 大概一二十條有 先裝上去 我們來試一下它的研磨狀況 好 那粗細度調整的話呢 說真的 它也沒有建議 我也不知道怎麼調 我先轉到底 退實響好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有看到嗎 這個就是剛才我提到的自動迴轉功能 就是當它在研磨的時候覺得太硬的時候它就會自動退刀在進刀 可以避免馬達去做燒毀 那因為我是 這個是淺焙豆的部分嘛 我們就馬上遇到了 還OK啦 我覺得這個功能還OK啦 只是 這樣是要磨多久 好各位磨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剛才是研磨多少量 因為我覺得磨的沒有很快啦 剛才磨的量是8.9公克 各位我們看一下這粗細度 我覺得這個 十響的粗細度 這個細緻度還OK還不錯耶 還蠻棒的喔 那既然十響這麼細的話 我現在來退一下20好了啦 歸零之後退20響 那研磨十五克呢 研磨的時間是1分08秒 那我們先看一下他們 他的刻度20的均勻度 均勻度的話呢 我覺得是 一般般啦 就我剛才說的嘛 因為他中軸會搖晃 所以其實我們會看到 有些顆粒比較大 有些顆粒比較小 這就是中軸會搖晃的原因 那我再來試最後一個刻度好了 我現在來試 25我覺得差不多啦 25我覺得應該是 是我比較常用的 手沖粗細度 我來試一下 刻度25 淹磨15克的淺焙咖啡豆 49秒 OKOK這個刻度25 大概是我 常用的手沖粗細度了 他用在手沖粗細度了 他用在手沖粗度的話 可能就是25到28應該會蠻適合的 魔卡的部分大概在15 15到18 15到18應該可以啦 25的話就是我目前常在使用的手沖粗細度大小啦 我用目測來看的話 那我剛才這樣子示範 各位也就大概可以知道說 我平常在抓粗細度大概怎麼抓的 怎麼做微調呢 如果說我們現在 調到你適合的粗細度 那我們沖煮一杯咖啡 你如果覺得太濃或者太淡 我們在 太濃的話 我們就往後調粗一點點 那太淡的話呢 我們可以 再往前調細一點點 那找到你適合的濃淡度 我們就可以把 磨豆機的粗細度定下來 那這一台 4000多塊 其實不便宜 那說明書我覺得寫的有點簡易 刻度也沒有去做建議 我覺得這個是對一些新手比較不友善的地方啦 外面的機身 雖然是做鋁合金的沒有錯 可是 就我剛才有提到它裡面 裡面的這個 中軸固定的這個 三點支撐的地方啊 其實是做塑料的 對啊 就是剛性的問題啦 然後再來是它的中軸其實 會搖晃 這個這個部分會搖晃的話 對均勻度也是沒有這麼 這麼的好 均勻度呢 就是代表萃取嘛 我們越均勻的萃取 那咖啡整杯萃取出來 就是越集中 不會有部分過萃 或者部分萃取不足 這一支來講的話呢 一支4000多塊 然後 我 認為啦 其實我認為 說一句比較不好意思的 我認為這一台的CP值真的不高啦 我前幾個禮拜在做開箱的那一支 手磨 用料都還蠻實在的 那一支 2000多塊 我覺得還OK 那這一支 我相對我都覺得 CP值是低了一點 這個是我 使用起來的感受啦 好嗎 今天的影片呢 我就 分享到這邊 那提供給各位參考 好 那這裡是木萃頻道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幫我 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啊 我忘記跟各位講啊 新的一年 祝各位 福虎勝風 萬事如意 恭喜發財 紅包拿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